全红禅在去年的奥运会上表现非常出色 这位只有14岁的小将在奥运会的舞台上不畏强敌 最终以466分的高分 打破了世界纪录 拿下了奥运会的冠军 拿下奥运会冠军之后 全红禅又参加了全运会的比赛 在全运会上再夺两枚金牌 小姑娘的2021年非常顺利 对全红禅来说 她现在已经成为了大家关注的偶像级人物 小姑娘在网上的人气非常高 大家除了关注全红禅以外 也非常关注全红禅的家庭 其实全红禅的家庭条件非常一般 她家在广东湛江麦河村 全红禅父母都是农民 近日有网友公布了一段全红禅家内部摆设的视频 从视频中来看 全红禅家内部的摆设是非常朴素的 全红禅家的墙上贴了三张全红禅的冠军图 这三张冠军图分别是全红禅夺冠时的照片奖牌 以及荣誉奖章 其实这个图不是全红单 拿到奥运会冠军时的图 而是之前参加国内比赛的时候 全红禅获得的荣誉图 在这个家里面 全红禅金灿灿的大奖杯非常醒目 全红禅的奖杯并没有放在最显眼的位置 更让人感到有意思的是 全红禅得到的一个金色的奖牌 居然被丢在了角落里面 看得出来全红禅的父母是比较随性的人 女儿虽然已经成名了 但是他们却一直在过着自己的生活 全红禅是中国跳水队重点培养的对象 小姑娘现在已经成为了十米跳台项目上的绝对王者 只要参加十米跳台的比赛 其他选手想要击败全红禅非常有难度 相信未来全红禅一定能够再次打破 由自己创造的世界记录 相信年轻的全红禅能够在十米跳台项目上 继续给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发挥 今年的跳水市井赛和亚运会的比赛 对全红禅来说非常重要 大家希望全红禅能够参加这两项比赛 如果能够在这两项比赛上拿到冠军 全红禅将会成为新科大满贯冠军的获得者 希望全红禅能够加油 大家相信年轻的全红禅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期待全红禅能够创造历史 在这个项目上走得更远